各位伙伴大家星期一早安 我想大家已经有感觉到 浓浓的年假的年结的要到来的感觉 所以应该已经有些人 已经呈现在放假的状态 我说这个人就是老师自己 所以我老师今天早上还有一堂课程 所以我人来到台中 结束完今天这个课程之后 各位我就进入了真正的休假状态 当然这个休假对我来说 也不会是有什么多大的不一样 只是有更多时间陪家人 然后也可以怎么样 把很多累积以来一直要做的事情 要读的书 然后利用这个假日好好来逐步完成 各位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过完年 大家依旧每天早上可以怎么样 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相会 当然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会有更多的互动的机会 除了这个专栏的文章之外 未来我们也会有直播的主题 专属给我们会员 在我们的会员的社团里面 好 各位 那我们今天就有一点点像 这个特别节目的感觉 来 今天就是要来回答 就是说这一年下来 老师发现到大多数人 问的问题的类型 大概我们简单的分类了 然后简单的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一次回答七个问题 当然回答这些问题 跟过往已经回答过 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我们当然今天就会挑里面的 这个核心的重点 然后来跟大家强化 尤其在这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就会希望说大家怎么样 真的有发现到关键 然后能够更聚焦在某些地方上面 让你的时间更有价值 好 来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七个问题 里面有没有曾经是你问过的呢 好 第一个叫做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听懂 对方的真正的意思 好 也就是我要怎么样子 能够解读人心 好 第二个呢 我应该做什么 才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好 第三个 到底怎么样拒绝别人 而又能不伤关系呢 好 来 再来叫做跟强势的人该怎么互动 好 以及如果想要改变 但是就是提不起劲怎么办 好 如果对方拒绝沟通 也不肯改变怎么办 好 拖延的习惯到底该如何改善 好 各位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呢 好 你对哪几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你现在在线上的伙伴 你可以告诉老师说 对 我一直也觉得 哪一个问题是我的困扰 好 那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 你可以写个八 好不好 我们可以怎么样 之后再回复你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七个问题 到底呢 各位老师的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跟观点 我们来看第一题 我要如何能够听懂 对方真正的意思呢 好 来 我们之前呢 其实已经不断地有分享 这样的一个内容 要解读一个人的想法 我们会透过内容 声音语调 肢体表情 我们来判读 好 那么 问题就在于什么 如果假设今天 这三件内容 声音语调 智力表情 它都呈现了一致性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怎么样 真正又读懂 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呢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对方就算没有骗你 可是其实沟通的问题 在于什么 在于是 我们两个人想的 这个标准有没有一致 我们两个人怎么样 内心当中的期待 是否是相同的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有一个人拍着胸脯 跟你保证说 这个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人有点犹豫说 这个我会尽力的 那问题就来了 请问这两个人 哪一个心里面 他做这件事情的 最后的结果 会比较符合我们的期待呢 是拍着胸脯 跟你说没有问题的 还是怎么样 还是有点犹豫的 告诉你说 好吧 我会尽力的 那哪一个人才是呢 好 各位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并不是只是从 他的内容 声音语调 肢体表情 来判读而已 我们还有几个要重点 要考量的 好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他的性格 也就是在我们的 读心处里面 称为基准线 什么意思呢 如果呢 刚刚那个拍胸脯 保证没有问题的 他平常就是一个 非常谨慎小心 会评估过 所有的情况 在做事的 那么这时候 你当然就可以相信他 各位 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的 如果假设今天 各位 如果对方 是谨慎小心 然后呢 怎么样 各位 并不是随便容易 就轻易答应别人 那么他现在 如果怎么样 考虑 然后说 好 我会尽力的 那也许怎么样 也是可能值得相信的 各位这样听得懂 这叫一声吗 好 来 第二个叫做什么 合理性 就是我们在听一个人讲话 所以我们自己会去判断 他说的话 即便他的内容 他的声音语调 肢体表情都是一致的 可是问题是 我们觉得不合理 因为这样做会损害 他的利益 好 这样做呢 对他没有好处 那所以换句话说 这时候我们就要深入 去了解 各位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第三个 叫做环境关系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氛围 有没有办法 让他真的 呈现他内心 真正的想法 你跟他的关系 到什么程度呢 或者说 你是不是怎么样 比较强势 而且是上对下 所以他就会有所保留 即便各位 你从他的内容 声语 叫肢体表情 都看不出来 但是你也要去考量到 这一层的我们讲说 这个元素在内 好 来 所以各位了解了吗 来 第二个呢 我应该做什么 才能找到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 我想很多的人 会对这个问题 一直怎么样 困扰着你的 好 各位 来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今天又有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点 来突破大家的盲点 其实这辈子想做的事 不会只有一件事 所以你要去找到 那一件事情是很怪的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好 来 各位 第一个 做点改变 好 那做点改变的关键是什么 是你有没有拥有某些条件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最近这个 常常讲这是斜杠人生 斜杠人生 那无论你今天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专长 可以做斜杠 可是呢 你可以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做一点点改变 有的时候呢 怎么样 各位 参加一些活动啊 甚至真的做一点兼职 把你喜欢做的事情 会有兴趣做的事情 先做一点点 好 当然前提是什么 你必须拥有这个条件 所以你要去培养 这样的条件 让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2021年里面 做点小改变 好 第二个 叫做再深入一点点 那这个关键里 就是说 在原来的工作的领域里面 我可不可以再深入一点点 举例来说 我可能是一个 这个Seven的工读生 那我可不可以再去研究 Seven都是怎么样做物流的 OK 那到底他的这个上架 他的摆放方式 是不是怎么样 他有一定的安排 为什么这个东西 要放在这个地方 而且你想想看 在Seven工作 你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报书籍 其实是一个很小一个区块 那什么样的书 可以被选到Seven里面来 是付钱就可以 还是说他们有他们的这个 我们讲说选择产品的一个流程呢 好 各位这就是一种在深入你原来的工作 好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 也许你可以看到的点就不一样了 第三个叫做执行团队专案 也就是怎么样 各位在2021年里 试着跟不同的人去做合作 好 各位 那你会发现到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自己的不同面向 所以呢 其实老师在干嘛呢 就是要叫你再多深入了解自己一点点 与其说要去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不如说深入了解自己 甚至在这过程当中培养你的能力 把兴趣真的能变成专场 好 来 各位 第三个 怎么拒绝别人而又能不伤害关系呢 好 各位 其实很有趣 这个伤害是谁认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 想象一下 其实你要先分清楚 你是不敢拒绝 还是觉得不应该拒绝 好 各位 这两个有差别 不敢拒绝的原因太多了 各位 那就表示你根本就很少 或者甚至没有拒绝过别人 所以你有害怕在 好 那你重要先去试试看 你可能从拒绝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你是觉得不应该拒绝的 那可能是什么 用人情上的压力 对方常常帮我们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帮他才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怎么样 回报才对 好 来 那么换个角度来看 其实呢 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不应该拒绝对方 来老师要跟大家分析 这个应不应该 各位如果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就会更客观的 什么意思 第一个 你有能力做吗 来我问大家 所以如果假设今天 某种程度你没有能力做 那你在谈说你应不应该 也就是说你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怎么样 除了造成自己的困扰 最后面可能也没有帮到对方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呢 各位叫做什么 有意义 做这件事情到底对你自己有没有意义 各位你要记着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觉得做这件事没有意义 你也不会全力以赴去做 那是不是真的能帮到对方呢 好 第三个 叫做有没有效益 好 各位 有意义的可能是跟他 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说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不求回报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怎么样 会觉得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讲呢 是有意义的 可是什么叫有效益 那就是要很具体可以算出来 有没有实质上面的回馈回报 那你会说 老师 原来要帮别人 还要考量这些东西 注意听关键 我现在讲的是什么 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想要拒绝对方 那你就不用去想这些事情 可是如果你内心当中 你觉得想要拒绝的时候 你就要先问你自己 好 而且先讲 这三个条件是缺意不可 各位 你只要今天觉得没有意义 你只要今天觉得没有效益 或者觉得根本就不具备能力 那各位 这三个只要少一个 你都应该要拒绝对方 那问题就来了 你就会说 老师 那我的问题就在于是 那怎么样可以不伤害彼此的关系 所以我帮你把这三点分析出来的时候 其实也在帮助你 怎么样子 可以真正的 拒绝对方 还能够不伤感情 怎么做呢 好 来我们刚刚讲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三个条件 缺任何一项都应该拒绝 那你在拒绝的时候 其实也同时知道 你为什么拒绝他 第一个 来你可以帮他推荐 有能力完成的人 好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假设今天 你没有能力帮他 那你更要怎么样 把这件事情帮助他 是不是找到 真的有能力 可以帮他完成的人 好 推荐他 或甚至帮他转介绍 好 第二个是什么 叫做委婉的给他一个理由 来为什么叫委婉给他一个理由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 对你来说是觉得无意义的事情 但他需要你的帮助 好 那为什么会觉得无意义 坦白讲一句话 一定是某程度 你跟他的关系 也没有到那个程度 你没有必要说 因为关系上面怎么样 要有所妥协 那这时候呢 又不想要伤害彼此的 这个感情的时候 很简单 你给他委婉的给他理由 说不好意思 我真的想帮你 可是刚好那一天 这个我太太找我做什么事情 不然就是你某种程度 就给他一个理由 好 那你会发现到 如果假设各位 你觉得做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各位 那给他一个理由 这件事情 他是能接受的 好 第三个叫做什么 叫做帮助他做得更有效益 来 各位什么意思呢 好 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 你要去做是没有任何效益的 那如果既然没有任何效益的意思 就是说 也许怎么样 各位 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所以应该一起来跟他思考说 其实这件事情可以怎么做更好 OK 那听到懂这话意思吧 好 那当然 各位 我们往往大部分 其实在第二个 委婉的给对方一个理由 其实就可以过去了 好 只是老师 为什么要帮你这样细分 我要让你知道 其实如果能帮到别人 各位 你不要吝息 好 你这样了解的意思吧 好 甚至怎么样 可以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 连结更多的人 这何乐而不为 好 来 各位 那当然不要忘记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拒绝别人 会伤害到关系 是因为我们的口吻 语气 讲话的方式 所以你要记得 如果你真的要拒绝别人的话 各位 你就不要再多说些风凉话 好 各位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举个例子来说 你可能怎么样 怎样 我上次不是帮过你了吗 你每次都 做不好又来找我 对不对 那我到底要帮你到什么时候 各位 这种话就不用讲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来 再来 跟强势的人怎么互动呢 好 各位 强势的人通常是谁 我很好奇 各位 是跟你平辈的 还是长辈居多 还是晚辈居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关键点在哪里 强势其实是你了解的部分 也是你可以利用的优势 所以很多人说 老师我跟强势的人怎么互动 我说你已经知道 怎么跟他互动了 当你知道对方是一个强势的人 你就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你就知道他的个性 他的行为模式 那么你应该可以利用这个优势 通常强势的人怎么样 可能性质会急 可能更想知道结果 可能怎么样 更想知道说 这样做的最后会什么 你给我终点 你不要给我太多细节 那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什么 各位 这些都是你可以利用的优势 好 所以强势的人更喜欢自己做决定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可以给他几个方案让他来做选择 他就会觉得怎么样 自己拥有掌控权 好 来 所以你看 第一个 我们要先问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 好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今天他是你的部署 他很强势 各位 当然你的互动方式不太一样 OK 如果他假设你的长官 更是互动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先了解 怎么跟他互动的关系 不在于他是否强势 而在于他的角色是什么 好 各位 如果他今天是主管的角色 他稍微强势合不合理 合理 为什么 因为他要快速的做决策 对不对 好 各位 所以你要先想 但是如果假设今天 他是你的部署 那他凭什么强势 OK 他的强势是不是某种程度 你在暗示他不服你了 你在暗示怎么样 各位 他觉得你是没有能力 可以带领他的 所以关系是什么 各位 我们要先理清 他的强势背后的意义 这时候也会跟着浮现 好 第二个 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跟强势的人互动 重点不在强势 我在强调 那你到底想达到什么样目的 你希望老板听你的 你希望你的这个提案可以过关 可是他很强势 好 那反而强势是你可以利用的优势 你就知道你在提案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用什么样方式 容易说服对方 对不对 好 第三个 记住 想法都是会改变的 什么意思 各位什么叫强势 好 即便他强势 但是他一定怎么样 也不可能永远都不改变 他自己的想法 只是说透过什么方式 他的想法会改变 他可能要自己发现 各位 他可能就算是别人影响他的 他也要觉得是自己做的决定 所以我们重点就是 怎么样让这个想法 能够植入对方内心 然后让他觉得 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各位 那他可以依旧强势 但是我们也达到我们的目的 各位这样听懂了吗 好 但是如果你认为一个强势的人 就是他的想法 就是不会改变 他就是只忠于他自己 那当然你永远都无法影响他 这就是你必须要修正的点 对我来说 任何人的想法都可以被影响 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他能接受而已 好 各位 再来 想改变 但总是提不起劲 怎么办 好 OK 我老师昨天就度过了这样的一天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点呈现这种放假的状态 然后我就会开始在想说 我要让自己放空 然后让自己休息 就发现到这样反而越累 好 来 各位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 其实这句话很有趣 只要了解人性 就知道该怎么让自己改变 我没有让一个人改变 往往是要先降低他的改变的成本 有没有 你今天你要去让别人来买你的东西 你可能降低这个门槛 你要让他参加活动 你可能降低门槛 可能用免费的 可能用时间很短的 好 可是很有趣的是什么 这样子是好像容易改变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要让我们自己改变 刚好恰恰相反 我们就是要先付出巨大的成本 什么意思 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你跟自己讲说 我真的怎么样 都就是没有办法怎么样 下定决心真的去运动去干嘛 我就跟你讲 你真的花钱去好好的买装备 你真的花钱去健身房买了这个会集 我可以告诉你 至少他会让你开始 他绝对会让你开始 所以为什么老师今天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会员的机制 各位 为什么要你付费进来 然后为什么付费之后 其实某程度老师说 这个费用可以转成实体的课程 原因很简单 就是什么 我让你花了钱之后 你会觉得怎样 你会觉得好 我如果假设今天有六千块钱可以用 我不用 这真的很可惜 很浪费 所以怎么样 会加强你怎么样 改变 踏出这个家门 来到这个现场 你这样听得到老师的意思吧 当然你说老师 可是就像我们在去年 我知道有很多的会员 他还是没有把这个钱用完 你说老师 这样子好像某程度还是一样 我跟你们讲 当然不一样 各位 我们刚刚讲的是你想改变 可是你却少了那个动力 你记住 动力只是开始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重点是什么 我们只能让你开始 可是持续怎么办呢 好 各位这个持续就要变成说 你这个开始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看到进展 有回馈 好 所以当我们开始持续之后 的确我们要把怎么样 把难度再下降 它才能更加的持续 好 所以呢 老师呢 今年在会员里 做很多的机制 想办法让你怎么样 改变的成本 实际上不断地降低 可是你总要怎么样 总要有一个 那个开始 你总要怎么样 先付出某些东西 让自己觉得 对 我要开始 OK 好 所以如果迟迟的 还觉得没有动力的 真的你要先做一个巨大决定 它会让你有这个动力 开始不一样 好 再来最后两个问题 对方如果拒绝沟通的话 那到底该怎么办 而且他就是不肯改变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三个关键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降低改变的幅度 各位 所谓的这个降低改变的幅度 就是 如果假设今天 他没有办法答应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继续谈判 那就像小孩子跟你要东西 对不对 我说只能够玩一个小时 他就说 那这样好不好 我玩一个小时 那但是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这个 不知只有六日可以玩 我可不可以礼拜五也玩 好 类似像这样 他就会跟你谈判 这种谈判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降低改变的这种幅度 让对方怎么样 觉得好像还可以继续往下讲 而不会让他马上要拒绝沟通 好 第二个是什么 这样锁定改变的范围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好 降低改变的幅度 其实也是降低你的期待 那锁定改变的范围 是聚焦在于说 好 OK 你的部分你要怎样不管 可是如果你有影响到我的部分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好好谈一下 好 所以当对方拒绝沟通的时候 他往往是觉得 你凭什么管我 这件事情你凭什么怎么样 OK 我要听你的 但是如果我们锁定改变的范围 这个影响你就是 这个部分怎么样 跟你有关的 你有资格来跟他谈的 那这时候就可以继续往下谈 了解的意思吗 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了 好 各位 第三个叫做改变自我的期待 我们刚刚讲说降低期待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真的连降低期待 都做不到的话 那你只能改变期待 好 这改变期待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去想 你要它改变 那么到底 其实里面有哪几个是重点 各位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我记得我们曾经分享过说 我们希望孩子不要打电动打太晚 那到底不要打电动打太晚 这个期待里面有哪些呢 OK 好 各位 我们期待他健康 我们期待他 明天早上起来 爬得起来 我们期待怎么样 OK 好 这时候你会发现到 你对他期待 有没有包含了你跟他的关系在内 好 所以你有好几种期待 那你要先排优先顺序 所以如果假设今天 这个期待某种程度做不到的话 我们可能把它放到后面一点点 那我们先期待什么就好 所以注意听 这个改变不是降低 而是怎么样 真的就是要把焦点放在另外一个期待上面 好 各位 来 最后一个 2021年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怎么样 OK 自己可以怎么样 不要拖延 好 那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跟你分享过 其实拖延的另外一个角度 你可以回去看老师之前直播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切入 其实拖延从来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不满意 你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在那个史丹佛心理学讲义那本书告诉你说 有时候把事情挤到最后一次后做的时候 你的反而怎么样 效率会很高的 所以拖延有时候其实并不是问题 可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是问题 其实那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现况不满意 然后一直跟一直对自己说 为什么我总是怎么样 拖到最后一刻 其实事实上是怎么样 各位你想要改变你的人生 好 如果从这角度来看 老师要提醒你 2021年开始建立一个新习惯 什么叫新习惯呢 学一个新的东西 好 OK 或者改变某一种模式 一直以来的新习惯 你要记住 不要管拖延不拖延 但是你就是怎么样 开始改变你的人生 好 我们讲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也许有可能是你一直想去学 但是没有去学的 好 也许呢 那种程度呢 就是一个怎么 这个 比如说早餐的仪式感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我们改变我们生活的模式 像老师呢 为了要这个 这个食物的控制 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 用餐的模式 重新做了一点修整 第二个叫做 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好 所以你来上课 不只是来上课 你应该找到一些 离开你本来的同温层 好 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那你会发现到 重点不在于 我在强调 不是拖不拖延的问题 而是你的人生 真的需要有一点改变 最后一个 彻底执行断舍离 好 老师为什么把这个题目 放在最后面呢 就是过年你要整理家里 那真的 好好的去执行一些 我们人会有一些开始 就是因为 我们觉得 有一些东西 我们必须舍去的舍去 然后有些都应该断的要断 但我们可以先从实际的物品开始 把家里好好整理一下 断舍离 那当然 有些朋友 有些关系 他也应该要断舍离 各位这样听得懂了吧 好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 跟大家分享的问题 今天的内容很扎实 那当然呢 都会提供一些 不一样的想法 跟你去参考 虽然很多的伙伴呢 他们都是事后呢 再重新的 再看一次这个直播 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当然老师觉得 你不一定要刻意 你可以真的去订阅 我们在YouTube的频道 全面驳回 好 那你订阅这个频道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说 偶尔再去看以前的东西 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好不好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 跟大家分享的哦 好 那我们明天早上呢 应该就是我们过年前的 最后一集哦 OK 好 那我们大家明天早上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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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